施灵读者怎么还不来呀 我就等了好久 施灵 你跑起来 来了来了 这个新教练 她是个女的 而且好像还特别凶 能有多凶 快去快去 她凶不凶不重要 主要长得好看就行 她要长得好看啊 没准我能跑进十一秒五 又加成啊 摔着摔着 帮着忙吧 你说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她 她怎么在这儿 拜托 拜托啊 那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废话 老子来训练呢 不是 这个是刚才那边 有个女孩她让我 抱歉 我不喜欢她直接的 我 妹妹啊 你还小 不要被别人的表象所欺骗 她李诗玲是什么货色 我再也清楚不过了 真的 她这个人 你就是嫉妒李诗玲哥哥 我嫉妒她 你 你什么人 你们可以叫我吴教练 这次训练是要从你们当中 选出最优秀的 代表我们是去参加比赛 首先 我先说一下纪律 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 迟到这种事一定要杜绝 报告 你是哪个学校的 叫什么名字 我是附中的 我叫许天一 刚说完不要迟到 就来了个不性命的模范 怎么 什么借口 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报告教练 我没迟到 你看 不用给我看 你是什么王子少爷 让你早点来累着您了 不是 教练 我这个人吧 他还有一点强迫症 就是必须指针走到点了 我才能动 要不然 我就浑身都不太舒服 笑什么笑 强迫症是吧 一会儿训练完以后跑车 看好你手里的表 一小时二十圈 一分钟都不能少 归队 虽然你们都是各个高中 推荐过来的 但我很怀疑 你们每个人的水准 所以我准备 明天进行一场淘汰赛 你们好好准备 李诗林出列 报 你之前得过阳光碑的第一名 是 有什么良心 不错 队里先暂定李诗林 作为队长 负责早晚的热身和拉伸 是 一会儿训练完 你监督他跑步 其他人准备开始 别闹了 那 类似爸爸 你叫速度连猪都跑不过 怎么进来的 又不是你来跑啊 违反规定的又不是我 你准处活该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叫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你知道吗 我再说了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 跟你无关 你等着 明天比赛有你苦头吃 怎么一进来就要比赛 这是什么绝对求生的玩法 以后日子该怎么办呀 但凡许天一能安分一点 我觉得我们都能好过不少 得了吧 教练就是给我下马威呢 我跟你说算我倒霉 刚来就被甩了口大锅 还是求求许大爷 别再因为您增加训练难度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没听过一句话叫 求人不如求己吗 你说咱们还能不能留下来啊 我听说那个李诗林 是那个一高的李诗林吧 我说的怎么名字这么耳熟 我听说他挺厉害的 得过很多第一 他肯定能留得下来吧 他能有多厉害啊 跟咱们许大爷比呢 都不困是不是 打扰我睡觉明天我迟到了 你们接着陪我跑圈啊 真是 睡觉睡觉